臨近年尾,在節日氣氛濃郁下 二手樓市一般轉入淡季 成交貨門、賣賣拉具 部分業主都願意放軟態度減價 現在空間增加下,銀行股價方面有輕微下調 其實這個情況,基本上每年的年尾都會重複發生 不過,如果成交價高於銀行網上股價 是不是就好像坊間所說 銀行那部便會借不足,需要抬錢去上會呢? 其實就要視乎成交價和銀行股價的差距有多少 一般來說,其實銀行網上股價只是一個大概的參考 不同的銀行便會拍伙不同的股價公司得出不同的股價 就算同一間銀行也會拍伙幾間不同的股價公司去做股價 基本上,如果成交價高於銀行股價5%以內 申請按揭時,其實問題不大 過往,我們曾經都有例子 各客人的成交價比一間銀行股價高10% 我們都可以找到一間中小型銀行去找其他股價公司去做股價 亦都成功上車 不過,如果申請高乘數按揭的話,就要留意一下 因為除了銀行股價外,按揭公司也要再做一次股價 按揭公司的股價調整速度亦比銀行那邊慢 如果按揭公司的價錢比銀行那邊低的話 很大機會都會用按揭公司的股價去做批核 即是假設,如果我買入單位一千萬,銀行那邊是估足一千萬 但按揭公司只能估到850萬 到時就不能用一千萬做八成按揭 就要用850萬去做一個八成按揭 換言之,到時就要多付幾十萬才能夠上車 因此都會建議大家在買樓之前 就要做足功課,做足股價,搜集多些資料 有需要時就找專業的按揭顧問多些意見 和做預先評估 免得日後會遭到無謂的損失